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是专门分享金融商业及一个人成长 那现在时间是9月22号 那昨天9月21号美联储在下午2点的时候 发布审喜三马的声明 所以让股市后来在2点之后有蛮大的一个跌幅 那我把美联储它的官方网站所写的一些重点 分享给大家 那美联储已经决定在今年的9月21号做出这些声明 从9月22号今天开始 因为它里面有一些不同的一些利率的一个项目 那原则上它是怎么讲 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有的项目是3% 有的到3.25% 3.25% 那它里面有蛮多一些细项的 比如说它下面这有一个进行隔夜回购协议操作 这个目前它的最利率是3.25 然后它这个有一些额度的一些限制 额度的一些限制这里 这些东西 好那我再带着大家看下面 那下面还有一些什么隔夜逆回购操作 这个3.05% 那原则上我们所看的市场利率 我们所看到是3.25% 我们就把它记得3.25% 那它这里面是它比较一些细项的一些规定 细项一些规定 好那这里有写到3.25% 原则上就是我们一般比较常常注意到的 这些 好那我们再往下面看 它的那个委员会的声明书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通膨的通货膨胀率还是很高 所以它怎么讲 它还是要把这个通膨给打下来 然后它这里有讲到说 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的战争 造成这全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 造成一个很大的压力 它也都有带关注 那它这里接下来有一个重点 它的目标是说 可以把这个通膨给压低到2%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目标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把它一些联邦基金利率 有些调到3% 有的是3.25 3 然后又四分之一% 就是3.25 它的目标 那它的目标就是 这个会让通货膨胀率维持到2% 维持到2% 那我再带大家往下面看 下面看 这里就是有支持这些会议的这些人 好 那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美联储的利率 我这个图是用过去这5年抓出来看的话 你可以看到刚好在疫情中 今天刚好是0.25 然后在今年3月份就一直升息 升息到现在是3.25 那之前最高 最高也是到2.5%而已 现在已经超过了 最近这两年 最近这两年 从今年3月份开始升息到现在 应该还会升息到年底 应该是很肯定的 那这个是美国的那个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率最新的 8月份这里是8.3% 从年初以来几乎都是7-8% 甚至还有到9% 在这里 一直上去 那这个原则上我是觉得说 因为它这个是属于 跟去年同期的比较 跟去年同期比较 那他刚才讲到说 他的目标是要维持到2%以下 2%以下 好 那我讲一个比喻好了 讲一个比喻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一夜份 这一个 这个一夜 这一个 那他这个今年一夜份 跟去年同期来讲 他通膨是7.5% 7.5% 那接下来的话 明年的一夜份 他就会跟这个比 通膨不要超过 2% 控制在这里 那因为 今年以来 基期已经都很高了 那应该是这样子的话 应该 他的目标就是可以控制住 可以控制住 所以重点的观察就是说 明年到底能不能控制住 这个2% 这样子 好 那 接下来他下次的 接下来他下次的会议时间是 这个是1月3号的下午2点 是 然后接下来市场就会去 再关注说 他到底会升级如何 因为应该是最少 就是2码到3码 2码到3码 好 那就以上分享给大家 做分享 谢谢收看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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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